各位朋友,我今天會和大家討論CF Expect Card 這張Sandish的Extreme Pro 512GB的就要4000元左右 其實已經比最初便宜了一點 但最近國內出了新的CF Expect Card的牌子 譬如這張1TB是1500元也不用 再說一次,這張512GB是4000元 這張1TB多去1倍,1500元也不用 有沒有這麼大隻甲,今天就和大家看看 首先大家如果未訂閱我們攝影小角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頻道主頁看看 裡面已經有幾十條關於攝影及修圖的短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訂閱也更好 好,首先來快速開箱 很簡單,什麼都沒有 一塊海綿,一個小盒,就安裝了一張卡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都金屬殼的,做得挺漂亮的 我拍了另一張相機 給大家比對一下 這樣看起來 都很像樣子 究竟進入機裡可以不可以的呢 會不會有很多問題的呢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看 好,首先我現在把一張Sandisk的Service Back Card 放到相機 先看看它的情況 開機 大家看到高速連拍是可以去到綠色的 即是說張卡沒有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這個是CANON機買了 都換了這張的,當然是測試過 沒有問題,這個我不再測試了 我們現在換了一張便宜卡 看看是怎樣的情況 好,我們現在把便宜的Service Back Card 放進去 我先拿了一張SD Card 讓它真的用到 全個都是用它便宜的Service Back Card 不要被其他東西影響 好,開機 大家看到高速連拍依然可以做到綠色的 但先把它放在卡溫上 即是現在這張Service Back Card 好啦,我們試試它 現在Buffer 已經開始進去 看見很快 這樣有那麼多張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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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比SD Card快很多 已經4FOR 即是說這張卡已經高速連拍沒問題 我們現在再去看看錄影 我先轉模式去錄影 現在是錄影的 先看看現在的情況 現在是8K 是拍攝的8K 我們試一試 大家正在錄影 現在看不見 一直在跳 我不試那麼久 看看 多重播 表面上真的沒什麼問題 好 接著說一說為什麼這些卡這麼便宜 其實這張不是真正的Self Expect卡 這張是一個SSD轉CF Expect的轉換器 即是說這卡的殼是一個轉換器 裡面是一張短身的SSD 對 對呀 SSD有很多規格 有幾隻長度 這隻是最短的 剛剛好可以放進Self Expect的轉換器裡面 現在外表看 它是一張Self Expect卡 其實裡面是一個SSD的HARDIS 但它轉換了之後 我們用的時候 我們就不理會它 因為SSD的速度都很快 我們用的時候不用理會它是什麼 插進去便可以用 剛才也試了 高速連拍和8K錄影是沒有問題的 非常值得玩 如果這樣算起來 因為譬如拍片 我1TB都是1000多元 如果買真正的Self Expect 看B 我想1TB可能要8000元左右 哇 真的差很遠 1000多元和8000元 但是呢 這個是有一個問題的 你放不放心強角裡面的SSD 這張我看過它的用戶評價 說裡面是Tosiba Tosiba 大家都應該知道 做這些儲存記憶體是非常好的 那我就撿過買來試試 因為我就懶 其實這些鶴 這些轉換器的鶴 是可以買的 價錢都是二三百元左右 你可以自己買一個鶴 如果你信不過它的話 然後在香港 你自己跟電腦公司 買那個SSD 當然要轉身那隻 有個風險在這裏 雖然說很容易做 但是我就懶了 我就不搞那麼多事了 直接跟一間 他做好了 他已經說有五年保養 我買回來 我不管它 但不了什麼事 我希望不要這樣做 希望不要這樣做 如果不是真的中了伏 不要緊 暫時都很滿意 因為他做光很漂亮 初步試就全部過關 那還有什麼好害怕呢 唯一害怕的就是 他如果長期用 就是拿去工作 或者真的拿去拍攝的時候 做幾個小時 或者甚至更長的時間 會不會有問題呢 那我接著會下一集 我會試 今集就速速出了這集 就說到這裏 剛才說過 可能是說多次 如果你買殼 自己入 你就在香港買那個SUM SSD 就應該信心大些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是懶不想這樣做的 你就買的時候 看多些人家的留言先 一些留言 用家買過 真的每個都讚的 可能都讚的 那些你就放心買 都不買很多錢的東西 應該我暫時就挺開心的 用得 介紹給大家 不要緊的 有些朋友是覺得 我不會用這些雜物的SUM SSD 不要緊的 一個人的選擇不同的 有些人永遠都用SEN DIST 那你就繼續用SEN DIST 或者有些朋友想說 我只是玩一下 不是賺錢的 我可以接受到風險 可以買便宜很多 兩折的價錢 我覺得便可以接受 因為價錢差這麼遠 如果平時的卡 如果差一點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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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我是不會買的 但是這個差這麼遠 我就很樂意試一試 還有這些 那些所謂SELF-EXPECT 轉SSD的轉換器 其實就不是什麼新事物 不過以前那些 就有一個SELF-EXPECT的頭 接著搏一條電線出來 即是Signal cable 接著搏一條長新的SSD 的固態銀碟 我就覺得那些比較論準 現在它用短身的SELF-EXPECT 整個SELF-EXPECT的固態銀碟 放在裡面 就不用搏一條線出來 又要找一個塞 塞住那個門 假裝關門 如果不是不關門 它會覺得開了門 不讓你拍照 非常好 這樣就簡單一點 容易接受 還有大家看看 看這裏 它現在自己說 支援了Canlon 一隻一隻機 1DSR5 C38C58 其實NICON Z67 D6D5 B850 D58 都會支援的 Panasonic DSS1 都會支援的 這些它寫得出來的 我想都很放心 大家有興趣可以 訂了影片看看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等我們 深入測試的拍片 看看它可不可以 頂得順長時間的工作 還有看看會不會 過熱情況會很嚴重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說這件事 今集就講到這裏 好 拜拜